哈啰各位 今天這一集是要來分享 這次去大阪京都買的一些戰利品 這次有衣服類 然後也有生活用品類 還有一些雜貨 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服飾類型的就有這一些 那我就先從服飾類型的開始介紹 好首先是襪子 襪子我每次去日本我一定 我就算沒有拍逛街行程 那其實你走到商店街 我都一定會經過的一間襪子店 叫Tutuena 像日本就有兩間襪子連鎖店 一間是學校屋 一間是Tutuena 我偏愛買Tutuena 就是Tutuena一定是我 到日本一定一定會進去逛的 那學校屋就不一定 因為學校屋的價位會比較高一點 那Tutuena就非常的平價 平易近人 非常好買 他們都會有三雙1100日幣的選擇 所以你就可以任選三雙 我覺得這樣很棒 我這次去買了兩雙蝴蝶姐的 因為今年真的超流行蝴蝶姐 蝴蝶姐這個元素真的滿大街都是 從帽子、衣服、襪子、包包什麼都有蝴蝶姐 然後這次的襪子呢 我就選了也是有 在那邊有蝴蝶姐裝飾的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剛好也沒有這種類型的襪子 然後我本身也非常非常喜歡 蝴蝶姐這個東西 它其實有超多 然後其實有些款式看起來是那種 蝦皮也會有的款式 就那種簡單的斷帶類型的蝴蝶姐的襪子 那個我就沒有選 我就選一個我比較沒有看過的襪子 但它都有其他顏色 所以我都選了基本款的黑跟白 那我這雙你看上面它是 沙的斷帶 我覺得好可愛喔 就不是那種一般斷帶 就比較不是像這種一般的 手工藝品店就會買到的斷帶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然後左右兩側都會有 我覺得這個穿起來可能穿一些涼鞋 或是穿平底鞋 然後露出這個 腳踝這邊 有點小小蝴蝶姐的裝飾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另外一雙是長這樣子的 木耳邊的 腳後跟這邊有蝴蝶姐 就你穿鞋子 然後腳後跟就會有蝴蝶姐裝飾 很可愛 然後木耳邊也是持續很久的元素 好那另外一雙是 白色的基本款襪子 那其實這雙是你要看上面的細節 它是有點蕾絲的 這種 鉤花 有點蕾絲風格的 然後有點亮亮的 這一次買第三次了吧 因為這雙是我目前看白色襪子 我覺得是最漂亮的款式 平常普通的白色襪子 就是像這樣子嘛 綿的普通的 那我覺得這雙它的設計就是 低調的蕾絲感 然後它也不是透的 它就是這樣隱隱約約的 這樣亮亮的一個蕾絲的白色襪子 我覺得這個穿瑪莉真鞋真的超好看 有一種 你還精挑細選過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細節啊 穿搭的小細節 我覺得這雙非常的漂亮 我已經回購第三次了 對 襪子的部分呢 我在京都的 藍山嘛 有點臥氣了 有買了一雙襪子 我買了竹袋 真的很愛買襪子 我覺得日本襪子真的很好買 然後款式都很可愛 我目前沒有竹袋鞋子 但我先買了竹袋襪子 因為我用打色買竹袋那種鞋子 我覺得很可愛 很想買一雙 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想買的 然後就看到這雙襪子 啊 是不是很可愛 你看是花花的 就有點京都感 然後配色很春夏 我覺得好可愛喔 好 那接著是服飾類的 古著店買的衣服 疫情剛開放出國的時候呢 我就自己跑去東京 然後逛夏北斬 因為我非常喜歡逛日本的古著店 然後那時候逛古著店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這一件 它不是古著 它是新品 就是店家 可能不知道哪裡批來的 或他們自製的新品 這次去大阪 因為我看到了這一件 我就覺得 哇有緣分耶 看來是真的要買 然後我看到又 還是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這次就 把它買下來了 我還是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我近期 這兩年我也是非常喜歡這種 像地毯的油畫感的衣服 它的布料啊 就真的像地毯這樣 質感就是這樣子的 真的像地毯 然後它是高齡的 穿起來也非常舒服 非常溫暖 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好看 然後穿起來就是 寬鬆寬鬆的 不會說太長也不會說太短 就是一般正常的 上衣的長度 這個設計 它還有其他款式 不同的花紋 也都非常好看 這感覺我在台灣穿 也不會裝塞 大家去日本去古著店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再買到這一間 然後我這一間是在 那間店我不認識 它不是我以前逛古著店 逛過的那些連鎖古著店 有興趣的話 可以大家再去逛逛 因為我覺得應該還買得到 這是我這次唯一買的一件上衣 好然後接著是下身類型 這次的裙子買到了 銀色的裙子 在台灣的時候看到 Royce Front有賣 但我要去買的時候 買不到啊 已經賣完 只剩下其他顏色 可是我就想要銀色 然後我去逛大阪的時候 在一間百貨公司逛到 那那間店呢 那間服飾店是 比較像是選品店 集結各種品牌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件 然後就跟我當初想要買的 Royce Front很像啊 然後他們下擺會做這種 拼接的感覺 它的裙擺 它不是平平 它其實有點不規則的 它就是非常的長 裡面也是有內裡的 這樣子 實際穿大的時候會 走路的時候會 爽爽爽爽爽爽 我覺得銀色的裙子穿起來 比想像中的還要 時髦前衛之外呢 我覺得其實 穿起來滿有個性的 就是 走在街上一定會收到矚目 哈哈哈哈 我覺得穿起來比 但拿著還要好看 穿去上站的時候 我主管就說 感覺裡面可以放土雞 很讚 好 接著是 無印良品 這條褲子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有試穿 我看到這個顏色 超喜歡的 偏橘的粉色 鮭魚粉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看到這個顏色的褲子耶 我覺得很美 而且它是 寬的直筒褲 在台灣買的話是大概一千 我記得沒記錯 可能一一九零之類的 然後我在日本買日幣四千九百九 再退稅 就都不到一千塊 很划算 它質感真的很好 我記得它是純棉的 對它是百分之百純棉 然後我覺得它是非常挺的 這種褲子 然後非常的長 其實我穿還是要折一點褲管 然後它是直筒的 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後面是這樣子 它就有兩個大口袋 就沒有想到 無印良品會出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我買的是二十四腰的 穿起來還是會有一點點點鬆 就可以吃飽 呵呵呵 然後無印良品我還有買另外的東西 生活類型我給大家介紹 配件類型的話呢 我這次在 WIGO 然後跟一間 NUNA買的一些小飾品 那首先是髮飾類的 髮飾這是我在WIGO買的 WIGO 我其實不太買WIGO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衣服品質 偏 不太好 就是快時尚啦 那我 喜歡過他們的一些其他配件 然後這次就 看到這個髮圈 因為我一直蠻喜歡這種 很大的大腸圈 一般的話其實就這樣子 可能會再更大一點 那就是一個小小普通的大腸圈 那它是這樣子 很大 它真的很大 放在頭上真的很大 我的照片 它帶起來就是這麼大 現在大腸圈就是都還會在附 斷帶在中間 所以呢你就利用斷帶把它綁緊就好了 你就套著 然後用斷帶綁一個蝴蝶結 剛好用一個蝴蝶結裝飾 然後又可以把它綁緊 所以不用套兩圈 因為你套兩圈的話 它就會整個型就會亂掉 可能把一個包桶 或是麻尾 套著就OK 然後就會抄帶一個 髮圈在你的頭上這樣子 它其實還有黑色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布蕾絲的白色比較可愛 Wigo呢 我還有買一個 銀色的蝴蝶結髮夾 這次真的蝴蝶結的東西 超級無敵多 它是這種夾子的 像我綁頭髮啊 這樣子夾著也可以 你看這樣子夾著就很可愛 然後是銀色的 又大大的 我覺得很好看耶 而且又很便宜 因為今年銀色元素 銀色的單品還是持續在流行中 好然後剛剛介紹的那個 Wigo的髮圈 我在另外加Luna 然後也是那種很便宜的 什麼300日元的視頻店 然後就看到這個 也是一個超大的大腸圈 你看上面還有珍珠 哇有夠女生的 對很大一個 好然後接著是我在Luna 還有買了一個耳環 隨便光光光光就看到一個 這樣子的耳環 欸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串珠的 然後是一朵小花 長得像玉京香之類的小花 我覺得非常可愛 它的配色我也覺得非常的春天 是珠珠的這樣 整間店很多300日元的東西 然後我就隨便挑一個 挑這個是900日元 對好然後戴起來就是這種感覺 嗯其實存在感不高啦 但你看得出來你有戴耳環這樣 對它不是那種非常浮誇的耳環 但就是有一個小東西在耳朵 就很可愛 這樣小小的 蠻漂亮的 精緻精緻的 對 好日本視頻店有時候我也會去逛那個Lattice 平價的視頻店 因為現在也是非常流行眼鏡這個東西 就是戴好看的啦 又開始流行戴這種粗框的眼鏡 復古復古的 所以我就有買一隻這種眼鏡 然後因為很多這種框都太大 因為我的臉比較小 太大的話我覺得我戴起來就很像蒼蠅 那因為他們的鏡框都做的小小的就 我覺得蠻適合我的臉的 所以我就買這樣 我覺得這個戴起來還蠻好看的 買這種便宜的來做造型我覺得就很OK 這個很推 服飾穿搭類型還有兩個包包 那首先是GU的這個包包 Snooby是環球一層買的 是GU的聯名款 因為它其實不是每間店都有賣喔 我們那時候大概跑了兩家 第二家比較大件的GU才有賣 而且庫存量還蠻多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背 我覺得非常可愛 它是恨縫的 我先把Snooby拿起來 對它是講這樣子的 它是一個水桶包 漱口的 然後就可以打開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有這個 扣子 也是有一個夾層 可以放手機 感覺放手機蠻剛好的 然後它的背帶呢 就一個手提的背帶 跟一個可以 鞋背的背帶 然後它這個背帶的這個袋子都是 可以拆的 就你也可以這樣子提著 但我覺得鞋背會比較可愛啦 然後它這個背帶是可以調整 很長度的 對然後可以抽繩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男生女生都很適合 旁邊它就有做一個拉鍊的設計 然後呢就想說 為什麼旁邊還有一個拉鍊的設計 而且坐在側面 聰明的媽媽 本來是媽媽 是或是會往 他就說 因為你有時候你豎起來 你可能還要這樣拉開 打開 有點麻煩 旁邊做一個拉鍊就拉下來 你就可以直接拿裡面的東西了 欸很聰明耶 一個口袋的鷹魚鏈 很方便 然後拉壓就拉起來 欸很棒喔 這個設計 我覺得很棒 好袋子類型 包包類型的 我還有買一個 Snowbee的反布袋 這個呢 它好像是有特別的 應該是環保材質做的布料 因為這邊有牌子有特別寫 對 它後面有寫 它是用廢棄的布料 然後再重置 再做的 反布袋 我覺得這樣 很環保 我覺得很棒 裡面也有 夾層 裡面也有一個很基本款的 一個 方形的夾層 Snowbee的東西 我覺得是那一種 不管男生女生拿起來 放在身上都不會尷尬 不會害羞的 一個 角色 就是它算是 時髦的角色 像那些服飾品吧 都會出Snowbee的圖案 衣服啊什麼的 然後男女都很適合穿 不會過時 然後你又不會覺得 太幼稚的圖案 對 我覺得Snowbee非常的棒 既然都撿到Snowbee 再來分享其他Snowbee的東西 這次在環球影城 我就買這三樣東西 一個大娃娃 跟一個小的吊飾 真的是超可愛的 它是長矛的 然後 它是短矛的 啊 可愛到爆 短矛的真的很可愛 這個大小有夠Q的 像我剛剛就把它掛在那個包包上面 很適合 還買了一隻大Snowbee 因為我其實 我以前是玩具人 我家 我有收藏超多玩具 我是 非常喜歡買玩具的人 然後這次在環球 就買這一隻 標準的Snowbee 很可愛吧 很胖耶 頭很大 對 非常可愛 非常精緻 做得非常的好耶 這樣 一隻狗很可愛 他們的腳掌都有做圖案 我覺得好可愛 那除了娃娃之外呢 那我就還要買這點帽子 以往去遊樂園都會買髮枯 那可能因為 長大了嘛 就想要買一些比較實用的東西 因為髮枯 平常也不會戴 但你買這種基本款帽子 你平常出門你還是會戴 平常穿戴你還是會戴這種老帽 刺繡的 然後旁邊是查理布朗 中間就是Snowbee 畫面還有 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裸色的 非常百搭的帽子 我覺得你看 我平常出門也是可以戴 然後他就是Snowbee 又不會說 戴起來會尷尬什麼害羞 不會耶 他很實相 很好看 很實戴耶 對我就買了這頂帽子 剛剛介紹Snowbee嘛 那我本身也非常喜歡 米飛兔 那我這次在米飛兔的店呢 我買了一條毛巾 買了一條毛巾耶 好可愛喔 好彩色喔 然後另外一面長這樣子 哇 也是米飛兔 然後上面有很多小小的米飛兔 很可愛 他的顏色就是米飛兔 那種動畫插畫裡面會出現的顏色 他就是一個 普通的毛巾啦 對 就這樣 好 然後接著是 我在京都的一間百貨公司 裡面有一間很漂亮的雜貨店 我就會進去逛 因為我很喜歡逛這種 日常生活雜貨類型的店 就看到了 餡香 你看上面還有寫 京都六條 我覺得這個包裝非常的日系 非常的 有種莊嚴的感覺 非常好聞 很香很香很香 是我很喜歡的香味 然後也是我現在目前手邊 餡香沒有的香味了 他香味其實有點偏向 香水類型的 香氛擴香那種類型的味道 比較不是一般買餡香會 聞過的味道 很柔和 粉紅色是蹄虎的鷹 另外一盒是紫緣的舞技 好 很明顯我就是 看名字跟顏色買單 他其實還有好幾種款式 然後我就在那邊 聞聞聞聞聞 最喜歡這兩盒 然後名字也是 最合我的胃口 因為我覺得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京都感覺 裡面有很多汁 這樣子 然後這一盒裡面 記得是粉紅色的 櫻花的 這一盒聞起來有一種 沐浴乳洗髮間那種類型的香氛 然後又不會太過於 誇張的花香 所以這一盒是蹄虎的陰陰 然後裡面是這樣粉紅色的 非常美 再加點的話 可以淨化磁場 驅逐惡靈的一個儀式 好 接著是 五一兩瓶 剛剛介紹五一兩瓶的褲子嘛 然後我在五一兩瓶 我還有買了 只是我在日本才買得到的 韻斗 我之前有看YouTuber開箱 韻斗 五一兩瓶的韻斗 然後結果非常燒 價格 跟我那一條褲子 價格是一樣的 然後再退稅的話 哇一台不用一千塊台幣 又夠便宜的 因為我的人生第一台韻斗 也是在我日本 留學的時候 然後也是買這種類型的韻斗 用很多年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就小小台的很方便 就覺得越來越來越好像 日本的這種韻斗 最合我胃口 然後也是我覺得最好用 最耐用的 剛好看到五一兩瓶 有賣這個 符合我需求的韻斗 我覺得太棒 這是這樣子非常簡單的韻斗 然後它下面就是可以用壓的 應該就是壓蒸氣出來 這邊就有那個水箱 可以加水 功能應該很簡單 它就是上面就有開關 可以按跟off 這種小韻斗的操作 其實都差不多就是這樣而已 這種可以平燙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掛燙 很方便 但當然是比不上那種專業的 蒸氣的 站立式的那一種啦 一個人用的話是 我覺得很足夠了 而且又非常便宜 然後又長得很可愛 小小台又很好收納 我覺得很棒 好 最後來分享藥妝 首先是髮油 這是 HONEY的髮油 這個我以前住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有用 然後那時候就是上網會看那個Cosme 他們不是都有排行榜嗎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 這個好像排行前三名吧 又很平價 長得我也覺得非常好看 非常可愛 有帶在日本一段時間的人 或是去旅遊 其實有感受到 頭髮會特別的柔順 就是會特別柔順 然後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髮油 還是因為天氣啊 氣候的關係 應該是氣候的關係啦 總之我那時候用呢 我對它印象是很好的 所以我又回購 其實這台灣有賣 唐吉柯達藥妝店都有賣 味道是偏甜 對 有一點花香 然後蜂蜜 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我覺得用起來 用在頭髮上是 我覺得很舒服 對 然後它是有保濕成分的 好不好用是覺得 有用就有擦 然後它是Made in Japan的 髮油 推薦 這個我很喜歡 在日本的話 一定還會逛那個Lofto 對Lofto就是超大的雜貨文具藥妝店 就是 我媽就說很像台灣的寶雅 買了這兩樣東西 好 那首先是這個 木下的 它是眼影盤 你看它的外盒 它就這樣子把它拿出來 然後你看 裡面的盒子還會亮亮的 就很漂亮 然後裡面也很漂亮喔 這盒完全就是因為包裝買的 裡面是這樣子 然後旁邊就有一片鏡子 它的眼影就是這樣 我覺得它眼影就是普通的質地 其實用手沾的話是 有是沾得起來的 那你要說非常顯色嗎 其實也普通 像我剛剛就抹了這一盒 咖啡色的 對 有啦 是有顏色的 還是抹得上去的 那我發現用刷子 比較沾不到 然後一盒也很便宜啦 然後就很大一盒 很日常的顏色 粉色系為主的 對 是我平常化妝也都會畫的顏色 我覺得是還可以 它好像有三款 我後來就選了這一款 我覺得很漂亮 什麼牌子我不知道 我去洛福島的目的 就是要買這個 劉海的定型刷 本來預計要買的牌子 已經賣完了 後來就買了一樣是 跟髮油一樣 牌子honey的 對 它的味道其實跟我的髮油 有點類似 但它這個再更強烈一點 超香 然後偏甜 然後有蜂蜜味 反正就很甜的味道 但就是香香的啊 你看它就是一隻刷子 它就是一個比較大的睫毛刷 然後它就是讓你梳瀏海的 因為我剛剛戴帽子 就把它壓扁了嘛 我的瀏海 我剛剛去捲了一下 你看這麼的捲 來實測看看這個效果 非常很好奇 它就是一個 瀏海的定型印 然後就刷在瀏海 你看日本女生的瀏海 都怎麼風吹草動 都原風不動 我覺得超強 然後我真的也是有瀏海 然後就覺得非常需要這個東西 除了刷在瀏海 你也可以刷在後面 綁頭髮時候的後面的鬚鬚也可以往上刷 或者是頭頂 就如果裡面有綁頭髮 所以像頭頂有時候也是會有這種鬚鬚 也是可以刷 然後後面就有這樣子的說明 來鬚鬚鬚看 可能就這樣子梳吧 我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這樣子到底有沒有梳到東西 要梳到什麼程度呢 可是其實還蠻好梳的耶 摸摸看 欸有 有一個黏黏的感覺 濕濕 然後不會說很黏 但你也有感受到 有一層定型的東西在你的瀏海上 好我現在拿這個小型的電風扇來實測看看 直接開最強的好了 這麼強 你看平常路出門 他的風就是會把我的瀏海吹成這樣子 好 好 關起來 好像可以 因為我平常 風吹過的時候呢 我瀏海其實基本上它就會直掉 這個還要保持我的彎度跟膨度耶 但你看得出來它有點施髮感 好我覺得可以通過 一直也沒有多少錢也不要要求太高 但我覺得已經 算是還不錯了 嗯 在關西機場買的藥妝 我其實很少在免稅店買東西 然後這次 關西機場 坦白講很難逛 沒有什麼土產店 很少 然後也比較沒有賣那種什麼京都大阪的特產的 然後這次就去逛 反正藥妝是很大很多 然後他們就集中在同一區 然後你可以全部選購完 然後再一次去結帳 然後這次呢就買了 其實就是補貨啦 之前有跟資生堂有合作過小紅品 然後用完之後覺得非常好用 非常喜歡 我就又買了一罐這樣 用起來就是有保濕 然後非常溫和 很快就吸收了 一年四季我都覺得非常適合用 因為我覺得也不太適合用乳霜類的 有時候用過頭 會長一些一粒一粒的東西 就會長粉刺啊什麼的 很好用 然後味道也非常舒服 對 資生堂的 在機場我還有買一個NUS NUS非常有名 非常多人推的蜜粉 那這個我沒有用過 這是我第一次買 很多人推 我就想說那我也買用看看 在機場就很適合買 就是專櫃的彩妝 就會比台灣買還要便宜很多 所以我就買這一盒 想說來試試看這樣 很廢的一個粉撲 一點顏色都沒有 它就是透明的這樣 有點霧霧白白的 上那臉上是完全沒有顏色 完全沒有感覺 可是手摸一下就感受到 那個質感啊那個膚質是非常的 有一種被抹皮的感覺 對 非常滑 那這一塊據說是也蠻控油的 我夏天是比較會出一點油 尤其是鼻子 臉頰就還好 鼻子會比較會出油 其實上上去還好 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是透明的 可是你摸就感覺到有點不一樣 這樣 NUS的 好 各位 加碼 好 其實也不是加碼 還有購入這一件洋裝 其實這件洋裝是我媽媽買的 就是也是在古著店買的 但這件洋裝其實不是古著 應該是他們自製的衣服 這件非常好看 因為這件對我來說有點太長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買 然後結果是我媽媽買 但它 穿不下 所以它就幫我改了長度 不然它本來更長 它就幫我稍微再改一下長度 然後就給我穿 我覺得這件超級好看 它這個很厚 所以現在台灣已經進入夏天了 就有點穿不到 我其實現在這樣子穿就很熱 對 因為它比較厚 它是那種針織的 它這種版型 它有出超多款的 就有不同花紋 然後都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設計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花紋 非常好看 非常日式 就一看就是日本的衣服 好 這次是我這次在日本 大阪京都買的戰利品 大概就是這些 今天這支影片就這樣子 掰掰 讚嘞